这里是华视 即将为您播出 102年国军精神战力周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嘉玲 我是林淑明 欢迎收看102年 国军精神战力周 特别节目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星期是 国军执行年度 最重要的演训任务 汉光演习精神动员的开始 所以这三天 我们将透过一连串的课程安排 让所有官兵同仁们 都能够深切体认 演习就是作战的深层意义 没错 刚刚节目的开场 就是我们陆军第六军团 关渡指挥部 机部三营的同仁们 所带来充满战斗气息的自菌 是不是让大家都精神振奋起来了呢 我想大家一定都用 非常期待的心情 准备要来收看 我们精心安排的节目 是的 本周节目的形态 包括了报道 访问 单元剧 还有电影欣赏 而且还推出了一个崭新的 胜利DNA单元 内容丰富多元 精彩可奇 绝对会让官兵同仁们 收获满满 好的 今天第一天的教育主题是 深化维安意识 巩固部队安全 课程内容 除了可以深入的认识 我们国家当前所面临的敌情威胁外 也能够了解到战场抗压 以及通资安全的重要性 是啊 这样充实又有活力的一天 大家绝对不容错过 好 那么节目的一开始 就请大家集中精神 一起用心来聆听部长 对我们全体官兵的训练 北官兵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两个礼拜后 国军即将展开汉光29号演习 士兵演练 在演习前 国防部统一安排精神战力州教育 使大家能从课程中 了解当前的台海安全情势发展 以及联合作战演训的重要性 希望各位在士兵演练全程 无论担任何种职务 都能全力以赴 相信只要循序渐进 妥善规划与执行 必然可以圆满达成任务 今天借这个机会 提出以下三点与全体官兵共勉 我国最新四年期国防总检讨 已在今年3月13日正式对外公布 这是虚恒战略环境发展 并成总统铁三角国安理念 黄金十年国家发展愿景 以及上兵发谋的战略思维 前瞻国内外安全环境 与各项国防挑战 所剥划未来四年建军备战 与国防转型指导方针 就台海安全情势发展来看 南岸关系虽持续朝向良性发展 然而中共在政策上 气味放弃武力犯台 其战备整备 仍以对台用兵 及组织外力介入台海为主要目标 形成我当面军事威胁 此外 中共综合国力成长快速 同时结合心理战 舆论战 和法律战的三战策略 模糊民众敌我意识 半个多世纪以来 国人远离战争 安居乐业 逐渐淡化敌情 与周边安全威胁 很容易心防弱化 从近年来 国军照生竖起泄密案 不难看出 中共对国军部队 刺探与勤搜工作 未曾因两岸关系和缓而中断 反而更变本加厉 全体官兵必须深思警惕 防围杜剑 大家必须了解 演训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 严守演训纪律 克尊保密要求 更是我们全体官兵 跑则无可旁贷之职责 因为这是部队安全的注实 更是战胜敌人的基础 全体官兵 必须有保密防碟 人人有责的敌情认知 以及按部就班 贯彻训令的共事 才能维护军事精密 与国防安全 此外 在演训期间 无论是人员或装备 都必须以最严格的标准 特增各项法际规范 部队安全 只有零分与一百分的差别 各级干部更应秉持 分层负责的精神 善尽一级督导一级的职责 带领部队官兵 运用智慧 经验与科学方法 积极发掘潜藏维安因子 排除演训期间 可能衍生的风险 才能达到零维安的要求 确实维护部队安全 二 今时建军备战 建构精锐国军 万事莫如训练级 无论科技如何创新 作战形态如何演变 组织运作如何灵活 都需透过训练的过程 才能把军队的编制与装备 凝聚成一股战力 诚如美军在连战愿景2020指出 要实现联合作战构想 需奠基在人员 训练与战备 领导者发展 和一流的装备 等四个根本上 简而言之 武器装备的提升 只是连战基础的其中一环 其他三项标准的重点 是在于人员的素质 专业能力与作战意志的组合 方足以达成 联合作战为 现代战争制胜关键 各军兵种必须协调一致 在无战不连 无训不连的思维下 遂行作战任务 发挥统合战力 方能获制最大战果 达成防卫作战任务 汉光演习 就是提供三军联合作战训练的 最主要平台 唯有加强联合作战能力 才能达成捍卫国土安全之目标 这也是我们必须推动国防转型工作 落实演训任务的根本道理 德国龙美尔将军曾说 训练是给士兵最好的福利 部队训练要多面向思考 同时要与时俱进 并依据敌情变化与战术 战法及武器系统更新 不断修订训练方式与建策标准 验证联合作战能力 才能满足未来作战需要 近期国军实施组织精简 与兵役制度改革 面对战争形态日趋多样化 要如期如值的碎形国军战训本物 是各级部队必须努力的方向 所以大家在汉光29号演习中 要结合最新的编装 进行士兵演练 验证各级部队防卫作战计划之可行性 提升指挥速度 强化各级部队连战效能 三 砥砺军人武德 发扬精神战力 军队是一个拥有合法武力的团体组织 直干戈以为设计 为军人神圣的天职 相较于一般职业工作者 军人不单是一种职业 更是以生命相许的职业 自中华民国建国以来 每在国家危难之际 国军都能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铁血长城 就是每一位官兵清楚地认知 我死则国生的道理 领略寿命不辞 不畏牺牲的精神 进而发挥忠贞气节 誓死捍卫国家与人民安全 因此武德是军人的精神 信念是军人的灵魂 也是维系部队战力的关键 面对即将展开的 汉光二十九号演习 使兵演练 本人在此要期许每位官兵同仁 培养不为世杰 不受利诱的风骨与节操 因为唯有强化军事专业素养 涵养武德操守 建立联盟封上 供固军人信念 我们才会获得国人的信任与支持 赢得真正的荣誉 国家安全来自坚实的国防战力 汉光二十九号演习 是国军年度最重要的演习 每年演训的重点 必须与时俱进 方能获得预期成效 尤其演训 不仅仅是训练成效的验收 更是建构有效贺阻战力的基础 因此我们执行汉光演习任务时 应该从基础工作 扎实地执行 彻底地完成 当演训任务完成后 要确实检讨演训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作为改进缺失的依据 唯有如此不断的精益求精 大家辛苦地参与演训任务 才有意义 历史音件告诉我们望战必为的道理 全体官兵必须建立这样的共识 精实战备整备 才能打造战力坚强的精锐劲率 成为全国人民平安幸福的凭借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同仁的辛劳付出 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 汉光29号演习 胜利成功 谢谢大家